赶猴子 挥 狼头 吓坏了用路人 高雄有民众开车到柴山 发现前方的车辆 乘客的手伸出车外 还拿着狼头挥来挥去 担心跟车太近会被找麻烦 民众整路都开得心惊胆战 而警方后续找到了 亮出狼头的当事人 追出是五名大学生 要到柴山游车盒 途中遇见猴子 其中一名同学手持狼头挥舞 说是要赶猴子 没有想到造成了恐慌 这是什么情况 搭车带狼头还伸出窗外 给大家看 一把狼头在车外乱归 实在很故意 同车其他人 手也伸出窗外还泼水 民众开在后头 担心被找麻烦 整路开得心惊胆战 下去他报警不会当下 就觉得他会不会是要随机 就是袭击别人 听你多少会比较不安 事发在7号下午 附近就是中山大学 传出有人身上带武器 触摸当地 任谁听了都会怕 影片po网 引来远景关切 锁定车牌 找到车主 车子有他儿子使用 四位朋友到柴山游玩 回归的时候 英勇见猴子 可以恢复 追出驾驶是车主正在读大学的儿子 当天开车在四名同学到柴山游车阁 说是路上巧遇猴子 其中一名同学才会拿狼头起来归 只是要防猴子靠近 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 引发恐慌还好指示 许今一场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导